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來看另一個紙筆 今次就看Faber Castell Emotion 其實這個盒子, 其實不同的零售箱都會有不同的盒子 有些外國的店舖是用膠盒的, 但我今次買了一個紙盒 我相信和Faber Castell其他款都用這個紙盒 首先在這裡拿出來, 有個套保護它 這邊有個像桂桶式的手抽, 是人造皮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個保證, 紙筆本身 還有這個我相信是Cereal No.1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這支筆的背景和樣貌 E-Motion 是Faber Castell 前幾年推出, 算是比較奇藍的款式 如果大家有玩開Graphon Faber Castell 便會知道 會比較貴一點的 這支是比較便宜價之中的 如果沒有記錯, 零售價都差不多貼近港幣一千元左右 其實坦白說你問我這支筆, 看起來是否高檔 其實也算是很高檔的 握上去其實也有點重 也不算是很重, 像以前那些用銅鋼做的筆比較重 重量都適中 這支筆整個很後現代式的, 有點子彈流線型的設計 有不同的版本, 有些是全鋼, 黑色格紋 整個都是啞色的黑色, 啞色的金屬 中間的BARROW是用木製造的 我這支筆剛好選對了 這是橡牙色, 像在香港地上的磚仔紋 據聞已經是絕版, 即是沒有出版本 但這支筆也有其他顏色的, 有一支是啡色的 同樣是黑色的, 但我選了這支橡牙白色 我個人偏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 它的握位也是同樣 沒有記錯的, 它跟其他Faber Castile 中價位的筆都是差 都是用同一支, 並沒有向下彎的 是平的那支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的尖的樣子 我自己就買了F的 這支筆 這支筆, 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 它有一點沙魚型 我很喜歡它, 不是要你這樣人手拿 它是基本上你按這個頂, 一按就開 非常方便的彈弓 而它做得非常好, 因為彈弓 我玩了這麼久, 不斷按, 不斷按 它仍然是很實的, 也沒有很容易會鬆 可能真的做得好 好了, 我也很喜歡它這幾個格文 和它這個Logo 感覺做得好像真的一粒 如果大家有看過, 或者上網看過的圖片 比較大型的子彈, 就像這個樣子 我都很喜歡它這個樣子 做得很霸氣的感覺 但整體來說, 挺流線型的 整支筆,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 但是我個人認為, 它是比較重的 因為整支筆最重的位置都是在這支筆上的 如果加上蓋, 蓋在後面 就會比較適合簽名 即使用手, 就可以 但如果說寫字, 抹抹字 我會覺得, 加上蓋就有一點太重 但它的外觀就是這樣 這支筆 好了, 現在我們先用寫字 先用寫字 我進入了原廠的Fabercaster 它叫Royal Blue的墨 寫上來, 其實這支筆也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 即使是我比較差的學校字 它也會做到 不會有很多聲音 亦不是很短的 當然, 這支筆是因為 它是同一的佔 所以, 如果說出線 或者是明顯的粗幼 就沒有什麼 反而是, 用S型 它仍然保持到 整個線型 一看成就不會說 又粗又寬 又寬, 突然間又短 又沒有 這支筆, 相對來說 是比較穩陣的 即是它的效果 是比較穩陣的 不會有些筆 很容易的 比較有彈性 那你問, 彈性是否有很多呢? 這支筆寫下來 感覺上是比較硬的 即是它那個 它都給你一點點 feedback 但是感覺還是硬的 或者它這個膠 那個頂部 都做得 挺好呢? 咬得挺實 所以就比較硬 整體來說 這支筆 你問我, 這支筆值不值 大約一千元左右的價格呢? 我就覺得 小小貴 如果比起其他有雙等表現的筆 例如Diplomat Lammy 甚至是普通傳統的 泰牌子, Parker 西非里那些 都做得到這個表現 但我覺得主要這支筆 如果你問我, 為何會值一千元呢? 大概就是 它這個 流星的設計 那 值不值得入手 就真的 很見仁見智了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它的設計 所以才會入手 但如果你說 Practically 來說 那支支筆 其實你買了LOOM 或者其他系列 它都是同一支支筆 其實這支筆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這支筆 在尖的建構上 所以就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這支筆的外形 或者是喜不喜歡它的 手握位的感覺 因為其實以我個人來看 它的手握位的感覺 都比較闊 尤其是拿著後一點 是真的好像 拿著一顆粗粥去寫東西 有些人就不會很習慣 會說 咦?很粗啊 如果我用開原子筆 或者SARASA 那些比較幼 即使你移到最前 它其實你也看到 是非常粗的 那個筆管 手握位那裡 所以就看看 如果大家喜不喜歡 或者是習不習慣 用比較粗的筆握位去寫東西 我個人就覺得 OK的 但是你要習慣寫東西 整隻手握位 例如簽名 但是如果你說 我用這支筆來 作納士 就比較難 雖然這支筆 我訂了F佔 它應該有M和F 甚至有Bron 但是對於亞洲人來說 甚至是香港人 做一個學生 我仍然覺得有點寬 如果你是貼一張A4指 或者是很小的表格 我會覺得 太粗了 但是很可惜 這支筆 是沒有Extra Fine 的佔給你選擇的 所以就 看看大家覺得 這支筆是否接受得到 或者它的外形 夠不夠吸引 我自己覺得是OK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